严朗 齐慕叔叔 怎么今天不用上学呢 因为今天我们家楼下 有很多记者来采访我妈妈 那然后呢 然后 妈妈偷偷地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然后还给我请那天假 那 你妈妈没事吧 没事 有我在呢 乖 那今天就我陪你吧 嗯 我陪你玩 陪你玩啊 会不会做啊 警官 你们几个都到了 告诉你们 你们绝对不会相信 林乔也来了 真的吗 太好了 大家准备一下 好 说什么 记者去你们家了 一大堆人堵在我家门口 都把严朗吓到了 你不知道吧 不过现在呢 这些记者正赶往上海 参加林乔先生的新闻发布会 我什么时候要看什么新闻发布会 不这样说我们连门都出不了 那些记者怎么知道你们家地址呢 谁说的 我们肯定是不会说的 那你要是没说的话 那就只有 难道是苏琪 林先生 林先生 你们怎么结婚啊 林先生 你和叶苏小姐 那你是不是结婚啊 那孩子是不是您的 林先生 你说一下 不要拍了 林先生 快出去 小朋友 你叫盐俑娃 别拍了 不不不不 不要拍了 恋孩子是你的吗 林先生 谁让你们拍的 出去 林先生 你告诉我 出去 林先生 别拍了 我跟你说别拍了 你干吗呀 出去 出去 你为什么打我相机 出去 出去 你为什么打我相机 出去 你怎么干什么 你怎么干什么 别拍了 你怎么这么对一个小孩子呢 林先生 你现在和叶桥是什么关系 行啊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你们赶紧走行吗 跟我们解释一下 还行 你没什么可解释的 林老 你俩自己好 你说你为什么 要打我相机啊 林老 你们是梦梦 我们能不能跟我说吗 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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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啊 林老 你没受伤 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了 你看到了吗 你满意了吗 你可以走了吗 你满意了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告诉我 伤都没有 没有 吓死我了你 快 谢谢叔叔 谢谢秦莹叔叔 不用客气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吓死我了 幸好没出什么大事 妈 我都现在还害怕 不害怕啊 妈妈一直在呢 我会陪着你的 那齐勿和叔叔也会在吗 我会在 你不会赶他走吧 不会的 放心吧 请勿叔叔在我就放心 睡吧啊 我们都在 睡吧 我已经睡了 睡吧 已经睡吧 还好吧 我没事 是皮外伤 今天晚上我就留在这里守着吧 你跟延朗好好地休息 你们也累了 不用了 林俏刚才打电话 说已经跟记者打过招呼了 不会有人打扰我们了 我走了 延朗说他很害怕 他希望你能留下 不过只能委屈你睡沙发 你看 没问题 那我去帮你拿被子 您送 谢谢 谢谢你救了烟了 小王 你就按照我刚才跟你说的一些办法就行 你确定要这么做 对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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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你小子有时候做事真的挺绝的 行了 你就别管了 先回去吧 我走了啊 好 上车吧 我问你 我问你 是不是你把严送的地址告诉媒体的 不是我 真的 我 我都说了我没必要骗你吗 最好不是你 林乔 今天的事情好吓人啊 不过还好事情解决了 现在严良也安全了 这些都是暂时的 这些都是暂时的 只要他是我林乔的孩子 就会受到别人的关注 所以我准备把他接回来 好好地保护他 我看严颂 应该不会那么容易答应的吧 我找了张望 让他用法律的途径 帮我要回我的孩子 谁啊 来了 来了 来 来 来 苏琪 找我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 林乔打算用法律的手段 把严良给躲回去 他怎么可以这么做 他已经找过律师了 而且律师帮他分析过 只要他评论那份亲子鉴定报告 还有他们林家家业的背景 如果你要去打这场官司 一点胜算都没有 你赶紧收拾一下离开吧 为什么 别问那么多了 你就带着孩子赶紧暂时离开 可是 可是什么 难道你还省不断林乔 怎么可能 他现在要抢我儿子 你赶紧收拾一下 宋总 我这儿有些钱 这就当做是林乔给阎朗的事用费吧 你赶紧拿着他离开吧 我不需要 别说你不要 你是愿意欠我一个人情 还是愿意看着你的儿子被林乔抢走 苏琪 谢谢你 我不需要你的钱 我也不会让林乔把我儿子抢走的 总之 我也不全为了你吧 你赶紧拿着他离开吧 谢谢 用啊 妈 你要是哪里啊 我们先离开这儿 走 上车 我